正在读贴萨罗尼加前书 我们知道全书的主题 乃是告诉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主必再来 贴萨罗尼加前书和后书 可以说是有关基督信仰 末世论的真理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卷书卷 讲到主必再来 讲到主必降临 因为在当时呢 贴萨罗尼加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 这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才信主不久 就遭遇到相当大的迫害和苦难 那前书呢 保罗已经透过他们在患难当中 依然有信心 有爱心 而且有盼望 保罗相当称赞他们 也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 告诉他们 主呢 是公义的 必然会实行 审判 会拯救他们 那前书 弟兄姐妹们 搜到公读之后呢 那当然 保罗还是相当惯于他们 那教会 在地上 就没有实权实美 而且教会呢 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需要保罗继续鼓励 继续去处理 所以保罗呢 又写了后书 所以后书呢 有三个重点 那这三个重点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 都是从这三章当中 我们用大数据的法则 归纳分析 整理出来的 来 我先来祷告 阿爸父我们 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知道 是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想到 我们不至于消灭 乃是因为主耶和华 诸般的慈爱 也因着你的怜悲 没有断绝 主啊 我们看到 这个世代 的确是 越来越 被盗 越来越无法 天父我们 实在恳求你 真理的圣灵 来引导我们 明白 整个市局的变化 也明白 圣经的奥秘 主啊 更教导我们 如何来预备自己 来迎接 新时代的到来 如是祷告 奉耶诸基督圣明 阿们 好 我们看到前书 不断的强调说 我们的主 请我们这些 信靠他的人 要预备 新 时代的到来 那我们也讲到说 自从十九大之后呢 报章杂志 不断的提醒我们 这个我们的 中国的习大大呢 再三强调 新时代 单单他的 演讲报告呢 就出现新时代呢 这几个字 就至少三十五次 所以 面对新时代 到底 什么才是 真正的新时代呢 我们上礼拜有讲说 我们上礼拜有讲说 等到耶稣基督 去到天堂了 吃喝玩乐 然后在地上呢 住的是豪宅别墅 然后风衣足食 一无所欠呢 跑到天堂之后呢 没有一个想不来的 因为在天堂 肯定比在地上 好的太多 是超过所求所想的 可是 我们目前在地上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为了信仰员故 大受苦难 那我们的主 他如果是爱我们 他如果是公义的话 他到底 面对这些 迫害我们的 面对这些 这个 要杀死我们的人 那主 会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感谢神 在贴上我们家后书 短短的三章圣经当中呢 很清楚 就是三个段落 那第一章呢 就讲到主降临 他必定要赏罚 大家说主降临的赏罚 主降临的赏罚 如果上帝 不审判 不报应那些 胡作非为 无法无天的人的话呢 那请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 那许多基督徒 为主受苦的意义 就在哪里 所以第一章呢 强调主降临的赏罚 那第二章呢 讲到主降临的预造 第三章呢 讲到主降临的准备 所以 后书的三章 正义上中很清楚 发现这三个降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 主降临的赏罚 主降临的赏罚 A是对真信主者 有什么 有奖赏 那什么奖赏呢 很重要的 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对某些 的确是为神国 为神的义而受苦的人呢 是配得神国 配得神国 那言下之意是 有些人呢 是不配得神国 你有没有恩典进神国呀 有 还是有恩典进神国 那的确某些人呢 你只要真正认罪悔改 真正信而受洗 虽然没有完全遵循 圣经的全备真理 但是呢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紧紧得救 所以这对主的恩典 爱就爱到底 救救救到底 所以对真正信主的人呢 有奖赏 然后 某些人是配得神国 我们再看第七节 那这些为主的 国主的义而受困难的人呢 在主降临的时候 会得平安 会得平安 那第九节呢 第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 对于不信主的人呢 不信主的人 来我们大家来念第九节 来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两种处理方式 对于真的信主的人 有奖赏 他们要得平安 他们要进神国 然后呢 他们还要得着荣耀 得着荣耀 这是一个不朽坏的荣耀 是永远的荣耀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一章的第十二节 十二节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所以 真的信主的人 要得荣耀 那那些 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也就是不听从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还有 这些迫害教会 迫害基督说人 这些人呢 他们是与主永远隔绝 然后呢 进入硫磺和火的地狱里 那实在是格外凄惨和可怜 那第二章呢 我们看到第二章啊 就是这里提到 始作俑者 就是众恶的源头 撒旦魔鬼呢 他在耶稣基督 回到人间之前呢 他仿冒 三一神的模样呢 有 有所谓的 父子灵的 三种模式 那众善的源头 众恶的源头呢 当然是撒旦是魔鬼 所以撒旦魔鬼呢 就扮演父的角色 那这个撒旦魔鬼 大恶魔呢 他也 有他所谓的 成为肉身 成为肉身 那恶 成了肉身 那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666 那这个666呢 其实神允许他 最后显露出来的目的呢 就要让人知道 那神的确是全能的 神的确是公义的 然后第二章的第八节 这里提到说 当666出现的时候呢 在人类历史 快要终结之前 也就是所谓的 七年大灾难的末了呢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降临的时候 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 666 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所以所有的 罪子 罪孙 加上罪恶的元首 罪恶的 这个 父呢 都被主耶稣基督 全然灭绝 所以我们感谢神 之后就开始了 迁徙年国的时代 这次讲到 主降临 必定是 有赏有罚 那很清楚告诉我们 什么奖赏 什么刑罚 这是 天朝仁家后书 非常明白的教导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呢 第二章 就是主降临的预造 那当时 保罗 建立这个教会 还在那里 讲到牧场的时候呢 那保罗非常强调 基督的再来 基督的 就是 待死 留邪舍命 然后死而复活 复活升天 升天之后还要再来 保罗 把基督信仰的 几个重要教育呢 都讲得很清楚 可是弟兄姐妹们 对于主再来 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受到非常 痛苦的迫害 就巴不得 主耶稣基督再来 报应那些 加报应给他们的人 那结果 当时就有很多人 不想上班 不想工作 不想读书了 反正耶稣要再来 那读这些 有什么用呢 赚多的钱 有什么用呢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请问还需要医生吗 还需要律师吗 还需要护理吗 还需要哪些行业呢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既然耶稣再来的话 那我们就如何 天天敬拜赞美主 天天独圣经祷告 那保罗当时就跟他们讲说 哦 虽然耶稣基督就快再来 你们每一个人还继续 需要努力工作 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 那有些人在推磨 结果呢 取去一个 偏下一个 那有些人呢 还在填礼 插秧 还在填礼 收割庄稼 耶稣说什么 取去一个 偏下一个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要继续 在你的工作广位当中 努力发挥你的恩赐 荣耀上帝的名 所以当时呢 保罗是这样教导 可是撒旦火鬼呢 有很多很多的渗透跟迫害 结果就有人呢 仿冒保罗的名字 仿冒保罗的名字 来写信给教会的人讲说 主来的日子 尽了 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第二章 第一节说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所以保罗对于一个 开始创建的新的教会呢 就特别强调 主耶稣基督要再来 可是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到主耶稣那里 跟他聚集 跟他相会 跟他同在 结果呢 第二节说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 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保罗说什么 你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也不要被他们诱过 为什么呢 因为主的日子 是不是 马上就到 我从小到大 参加不少聚会 那的确 有很多牧师告诉我们 今天耶稣就会再来 明天耶稣就会再来 而且也有不少的圣哥 告诉我们 如果耶稣今天再来 你准备好吗 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否能够空手建筑 对于这些诗歌 或对于牧师所讲的道 我们当然关系领受 但是就基督信仰的真理来讲的话呢 请问 请问 对不起 我就拿今天来讲的话 请问今天耶稣会不会再来 今天耶稣会游天降临吗 师母讲不会啊 你看到现在 圣子都敢讲说 今天耶稣会再来 然后 那保罗写 贴撒罗的一家 后书的时候呢 大概是在 祖后的52年左右 那请问 在祖后52年左右 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会再来吗 也不会 也不会 那我甚至敢跟大家讲 那今年圣诞节前 耶稣会不会再来 那今年年底之前 耶稣会不会再来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 大家都常常讲说 因为我不知道 甚至有些人就因此推认说 正是因为 耶稣讲说 那日子 那时辰 我们不晓得 所以耶稣基督有可能 明天就再来 那保罗呢 告诉他们 来回到大堂 保罗说什么 他说 对于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再来 至少要有两个预兆 如果 这两个预兆 没有显露出来的话呢 耶稣还暂时不会来 因为耶稣要宽容你们 让你们多做主供 多结果子 积蓄无骨道永胜 所以 关于耶稣基督再来 其实大家晓得 你说安息日会 他们 他们到目前为止 都认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如果你用Google去查一下 就是安息日会 他们有很多 他们的理由 然后宣告说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那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很清楚 告诉我们 他说他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基本的预兆 那不是讲贴撒罗人家 前后书 而是耶稣说 他来之前呢 无花果树的叶子要 发芽 长叶 那我们都 那我们都非常 确据 相信 无花果树是代表 以色列 这个国家呢 要 复国 复国 所以 在 教会历史当中呢 其实有 很多很多 研究圣经的人 或是在 传扬 圣经 真理的人呢 都曾经讲过 耶稣基督 大概在 某年某月 会来 会来 那 在 AD500年 AD1000年 1500到AD2000年 这个期间 有太多人呢 都 预测 或预言 耶稣基督会来 但是呢 我们很清楚晓得说 耶稣基督 降临之前呢 除了以色列国 要复国之外 至少要 A B有 不法之士 B B有 不法之人 那如果我们 刚才讲这 八个字 不法之士 不法之人的话呢 那大家一定会问说 任何时代 都有不法之士 对不对 任何时代 都有不法之人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是针对 戈营 天上人家 后书来看的话呢 第二章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 不法之士 什么样的 不法之人 这是有 特别的定义 这不是 一般而论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这里告诉我们 不法之士 是什么不法之士呢 第二章 第三节 来二章三节 我们在韩国的 民生教会呢 他们 任何弟兄或姐妹 都是盛装附会 而且呢 虽然人人都有手机 但是他们呢 全都是看什么圣经 看第二个圣经 看第二个圣经 我也巴不得 我们活学的论教会呢 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 在教会 在家里面 都看第二个圣经 除非你是在 在地铁上 在公车上 你可以用手机去 摸摸思想 不然的话呢 方便的话 总是要看 文字版的圣经 好 二章三节说什么 他说人不拘用 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 被他诱惑 为什么我们会 被他诱惑呢 因为 因为 当不法之人 显露出来的时候呢 他会行 神迹 歧视 行神迹 歧视 连圣经都用 神迹跟歧视 没有用诡迹 但是呢 很多人就被诱惑了 觉得说 哎呀 你看看 这个不法之人啊 能够神通广大 这个不法之人啊 甚至呢 受了死伤 竟然活过来了 所以 在不法之人 出现之前呢 就是 来我们来读好了 因为那日子 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所以离道返教的事呢 我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不法的事 就不对 无法无天 离道返教 任何时代 都有离弃真道 都有反叛 这个 反叛 教会的事情 那 为什么说 保罗强调说 耶稣降临之前呢 有所谓的不法之事 因为这个不法之事呢 你知道 何等的恶劣糟糟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节说 什么样的不法之事 就是 他是 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 那 人类有历史之来 除了巴别塔 那个时代之外呢 可以说 还没有 一个人 敢 高抬自己 到一个地步 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 和一切 受人敬拜的 那甚至呢 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所以这种不法之事呢 这种 被离道 反教呢 已经达到 人类历史当中的 一个最高点 是公然性的 是大规模性的 敌对上帝 背叛上帝 那 请问大家 你说目前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已经 就是 离道 反教 达到 历史当中的 最顶点 目前这个时代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只要看 这个同性恋的事情 你就不得不 不承认了 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赞成通过 同性恋的合法化 这种完全 背叛神的 旨意 违反神 造男造女的原意 扰乱婚姻的秩序 已经达到 实在是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所以这样的 被告 反教呢 是让 人呢 自作虐 自死 恶果 所以 不法的事情呢 目前是越来越多 那昨天呢 我们在亚特兰大呀 那 师母呢 就好心地提醒一些人说 亚特兰大 六点钟 会有暴动 那非常危险 在昨天从六点到现在 我们还没看新闻 还没有看 还没有看一些资料 昨天晚上的 美国各州的暴动 结果如何 有没有关心 那师母就非常 好心地提醒很多人 讲说 哎呀 某些地方 你不要去经过呀 因为 的确相当相当的危险 那我们也晓得 11月7号 礼拜集 是纽约的选举大日 当然 纽泽西呢 有很多人是支持 就是民主党的市场候选人 那当然纽约 也一样 很多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 我们到底该投票给谁呢 就是要看谁 他的竞选的 竞选的意见呢 是看圣经的真理 相符合的人呢 我们就投票给谁 那民主党呢 多半是赞成同性婚姻 多半是赞成男女 可以同用一个厕所 可以同在一间浴室 那民主党呢 当然 他们是对于 难民非法移民 比较网开一面 那保守党呢 就是坚守 传统婚姻 坚守呢 男女有别 所以这些基本的 基要真理呢 我们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绝对不能够随波逐流 所以不法之事呢 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呢 是越来越嚣张 越来越猖狂 本来同性恋呢 只是黑暗的 鬼鬼祟祟的 偷偷摸摸的 而现在同性恋呢 他们是全然公开 公开 不但他们要受到 世人的认同 而且呢 还要法律 来保障他们 你说这是成和体统 所以求主观众我们 很清楚知道说 有史以来 这个时代呢 是最嚣张 最离道返教的时代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 不法之人要出现 那这不法之人呢 其实 哪一个 从亚当夏娃 堕落直到如今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 年日 都有许多的不法之人 那这里所强调的 不法之人呢 乃是 集中在666的身上 那666到底是谁呢 666到底是谁呢 有些人 说他是 是安提阿 就是在主前 167年 安提阿 他是666 的确 他是敌基督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敌基督有很多很多 只要你是 抵挡 耶稣基督 和抵挡福音救恩 那就是敌基督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奥巴马是敌基督 Hillary是敌基督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连电脑也是敌基督 computer 因为computer C-O-M-P-O-T-E-R 加起来 等于666 然后calculator 这种计算器 C-A-C-U-L-A-T-O-R 加起来 等于666 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敌基督呢 它不是一个系统 敌基督不是一个 自作而已 敌基督呢 也不是某些的政治人物 比方说我们 很多人讲到说 希特勒是敌基督 莫索里宁是敌基督 史达林是敌基督 甚至有些人提到说 连 这个教宗 都是敌基督 所以敌基督呢 它不是强调 它是宗教的人物 宗教人物 讲到宗教界的代表 将来呢 要一统全世界的宗教 那个叫做假先知 那个不叫敌基督 所以敌基督呢 它不是宗教人物 敌基督呢 它乃是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那在耶稣前后 那些年代当中呢 比方说 在主后的四十年 有一个家流呢 他曾经下令 要把自己的相呢 放在圣殿当中 叫人莫拜 那在主后的八十一年呢 有个皇帝叫做 豆米仙或豆米田呢 他也命令全国人民呢 要拜他 如果不拜他的话呢 就要被迫害 所以这些呢 都叫敌基督 可是保罗 在天上的那家后书告诉我们 敌基督呢 乃是一个政治人物 敌基督呢 他是大罪人 敌基督呢 他是成人之子 所以 天上的家后书 说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个666呢 有好几个名字 而大家说 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来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第二章的第三节 说他是大罪人 他是大罪人 我们呢 从小到大 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 我们是小罪人 感谢神啊 对你旁边讲说 你是小罪人 还好啊 那 大罪人是谁啊 大罪人是指特定的那一位 666 他是大罪人 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言行举止呢 的确是大罪人 那这大罪人呢 保罗还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沉伦之子 他自己沉伦呢 而且他要带领更多更多的子子孙孙的都沉伦 和他一起进入沉伦 进入 与神永远合约 进入地狱跟火湖当中 然后呢 大家看到第九节 第九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叫做不法之人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你看 666 他是一个人 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要行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那如果透过戴基里书 和透过启示录 我们归纳分析 就告诉我们 那敌基督之所以 能够行神迹歧视 因为他背后呢 是撒大魔鬼 因为他是魔鬼的肉身显现 他模仿耶稣基督 造成肉身 然后呢 耶稣基督 一个最重要的记号 我们相信 他是神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 死而复活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 之所以坚信不移 之所以完全信靠呢 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又为我们复活 这样一个信仰呢 是我们基督徒 一个最大的盼望 那没有想到 撒大魔鬼啊 他也模仿 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那敌基督呢 有一天 受了死伤 那受死伤之后呢 照理来讲 那死就死了 那像很多人都死了 就没有醒过来了 那即使醒过来 很快就死了 可是起初告诉我们 这个666啊 他受了死伤之后呢 没有想到他就复活了 那复活之后啊 他竟然跑到圣殿当中 自己称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上帝 而且他命令全世界 要向他跪拜 如果不向他跪拜的人呢 就不得做买卖 就没有 就不能上班 就不能坐飞机 不能坐地铁 就不能去医院 那请问 是不是有很多人 就会向他跪拜 会不会 不跪拜 不能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呢 不能上学 不能上班 那你为了你的儿女 要读书 那你要不要向他跪拜 就要向他跪拜了 所以圣经当中 早就告诉我们 如果向敌基督跪拜的人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死无翻身之地 永远无法翻身 所以求你关注我们 这些虚假的骑士 如果来到世上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家属 我们的亲友 当这个世界的领袖 要求大家在额头 或在右手上 植入微型晶片的时候呢 是要接受还是拒绝 欧巴马的医疗法案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让美国一出生的婴孩 在医院当中就要做什么 就要植入晶片 所以如果 美国的确当年是清教徒根据圣经真理而建立的一个自由民主 尊重生命 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 可是到目前呢 美国是越来越堕落 所以格里汉博士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 上帝不审判美国 上帝必须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说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罪恶滔天 如同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 但是呢 上帝也联名美国 也纪念美国 这两百年来呢 一直是派最多传福音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的国家 就是派最多宣教士去世界各地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是哪一个国家 这一两百年一直是美国 不简单啊 是美国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韩国是派最多宣教士的第二个国家 那主联名我们将来派宣教士去世界各地的最多国家 会成为是哪一个国家 中国 应该是中国哟 应该是中国 所以你预备好了吗 如果主要参选你 你肯去吗 去 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 不法之人要出现 虽然他死而复活 虽然他自成为神 虽然他一统天下 而且呢 他和以色列签订了七年的和平纪约 保证以色列呢 就免于阿拉伯国家的威胁 但是呢 到第三年半的时候 因着他死而复活 他就更自我捧着 他就更让世人崇拜 世人全然认定说 他就是尼赛亚 他就是救世主 他就是真神上帝 除了他自称为神 然后呢 大家也称他是神 那我们也晓得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可是呢 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呢 他肯定绝对地讲说 他自己是神 有没有这样子 只有我们圣经中的上帝 才自称为神 其他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 他所墨拜的 他传扬的那些神明呢 自身过神 所以 这个666的能力呢 就是集各一端邪说之大成 然后这样的一个步伐呢 是全然的离道反教 所以保罗说 耶稣基督必定再来 耶稣基督必定降临 那降临之前至少 要有两件事情 一就是步伐的事 第二个呢 大家说 步伐之人 就是666要出现 那666今天会出现吗 明天会出现吗 今年会出现吗 那666到底现在 多大年纪了 那或是他到底生下来没有 我们还不晓得 真的不确定 不确定 所以呢 我们更不确定的是 虽然耶稣基督 不知道哪一天再来 那你 确不确定 你哪一天会进耶稣呢 我们今天晚上 有没有可能会离开人间 你有一个人知道你 今天晚上不会离开人间 你这时候应该讲说 我真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意外或明天 哪一个先领到 有谁晓得呢 我们开车的人 你说啊 只要 某一个人 一闪神 请问人命吗 人命在哪里去了 非常容易就走掉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虽然 我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再来 可是我们更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见耶稣 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 第三个 那主教您的准备 怎么准备法呢 当时人就讲说 那我们就不要上班了 阿里路亚 天天怎么样 天天到教会 唱之赞美族 这样的话 应该是很属灵 应该很讨出喜悦 对不对 所以 主教您呢 大家看第三章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唱高调讲说 反正世界快结束了 反正耶稣再来了 我们呢 上什么班啊 就不要上班了